今天是黄律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 我们都有可能会在哪些方面 就是说会出现让移民官也好 或者法官也好 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我们的本意 但是他会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做法 让他觉得你在说谎 所以下面我们请黄律师来跟大家 这个稍微的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华人 就是说在可信度方面 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 或者是在法庭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错误 让这些移民官和法官误认为我们在说谎 黄律师 根据我这个二十多年的经验 经常去参加面谈经常开庭 那么而且有判例法 判例就是给法官的五个工具 就是五个方面 你就去判断当事人 他是否是一个credible person credibility呢 是在这个移民法庭判案当中 你首先要建立的 如果你没有可信度 那你说申请的福利 申请的这个绿卡也好啊 或者保护也好 全部都会被否决了 那么判例法上 第一个就是demeanor demeanor我们翻译成这个中文呢 就是举止 就是言谈举止 你的这个外表形象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我曾经遇到过的 就是这个在面谈或者是 尤其是在面谈的时候呢 你不停地眨眼睛 就是你那个眼睛不停地眨 然后呢 你眼睛呢 不是正对着这个移民官 你是经常一会儿看一下那个翻译 就原先的那个移民面谈翻译呢 是你自己可以带的 未来是这个基本上要用移民局的电话翻译了 那么你不停地在看 有些时候呢 还跟律师在进行一些交流 那移民法官 这个移民官就觉得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沟通 你们是不是在设计一个机关 在设计一些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就觉得你是个不诚实的人 同时我们那个东方人呢 比较害羞 说话的时候 那个眼睛是那个低垂着 头也低垂着 对 不会直视 不敢正面的就是看移民官 或者移民局的律师 那么移民官就感觉到 他也不明说 但是他就说 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么如果是 我碰到就是 如果你跟翻译几眉弄眼 经常不停地看翻译 他就会打断你 他说你怎么经常看翻译呢 你为什么不正面看着我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觉得 首先就铺垫一个举止上 你不是个成熟的人 再一个呢 就是所有的移民面谈 包括公民面谈 绿法面谈 包括这个移民法庭的开庭 去除出境程序 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法官穿一个黑色大袍子 那么一般来说呢 就是其他的人都要穿西服隔离 你作为当事人的话呢 要穿一个有领的衣服 不能带这个棒酒帽 那么上去上到法庭坐那之后呢 那我们呢 有些华人来了之后 他太有礼貌 老是笑 老是那个就笑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他是表示善意的一种笑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到那就特别的客气 你出生在什么地方 天津笑 然后呢 就是说你曾经被逮捕过 逮捕过 又笑 法官说这是非常严肃的庭审 你被逮捕过了 你还笑什么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造成 你这个人好像试图在掩盖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上次也讲到 就是有些人呢 他上庭的时候 因为面临的 他没有想到 他面临的是去除出境程序 进来之后呢 先让他宣誓 讲真话不讲假话 然后愿受惩罚 法官就说 你这是面对的去除出境 你在美国非法滞留了 那不管你适应什么 如果一旦判决 就是要强制你离开美国 那么他就紧张了 我有个当事人呢 他呢就是 一开庭不到两分钟 他说我要去上厕所 那么 法官说 OK 那我们休庭 叫resize 休庭 那我们给你十分钟 你去上厕所 那么又回来之后 开始又再问 问了二十多分钟 他又要去上厕所 那么到第三次 就是他去上厕所的时候 法官就说 你怎么老上厕所 你这是肯定是紧张嘛 你要说你紧张就紧张 你为什么老是去上厕所 就是这个举止上 就造成他这个 给这个法官不诚实的印象 一会儿呢 他在文化当中抓到把柄 他说你就不诚实 我案子不能给你 那其他的就是 有些人进去 上去之后 有很多那个 言语表达上的口误 我事实上我的客户 就是要一定清清楚楚的说 有没有 不 是 就是yes or no 能用yes or no回答来 尽量就是说 是不是 有没有 对不对 不要说 那么我们有一些 客户呢 他在美国时间长了 他经常回答 那个法庭的问题就是 嗯哼 嗯哼 哦 然后是 哦 嗯哼 然后是 还有是 还有点头 点头 嗯 那在那个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 多人种组成的国家 在有些国家 点头是no的意思 哈哈 摇头是 yes 所以法官就说 你不要很横 不要很横 你就给我说 是 不是 yes和no 还有一个呢 你不要点头 因为我是录音的 你所有的听证的 这个内容 我都要录下来 对 录下来 未来你上诉了 我要让那个书记员 全部要打出来 作为未来呈堂的证据 你你这个 你这个点头 这个呢 没有声音 录不进去 没有声音 你就是没有 帮助我的工作 造成我 影响我的效率 所以说呢 就是大家上庭的时候呢 就是你一定也就是 要简单明了的回答问题 不要废话 不要嗯哼 不要这个点头 嗯 第二个那个 干立法上 给法官判断一个人 是否诚信的 这个 工具 就是 勘等 勘等的话呢 就是那个 就是坦诚程度 坦诚程度 就是 这个人在法官的 这个 在法庭是否配合回答问题 有些人上去呢 就很傲慢 他就他就说 老子就不想留在这 就走 那你要有这种程序 你可以申请自愿离开 或者干脆 就赶紧买个机票 回去就行了 他就 有些人就上 上去就说 我这 你回答 你问这问题 我表格上都有 你干嘛问我呢 你看不就行了吗 这么横 对 这就是底处 非常底处 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这样回来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这个陈述里都写得很清楚 你干嘛还要问我一次 他不了解这个法庭的 这个开庭程序 对 法庭就是说 你即使有表格 即使有陈述 是由你的律师和移民局律师 都要问出来 问出来之后 进行交叉询问 所有的这个 你的故事 你的问话 回答 全部都要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 一遍那个 各方那个 谁去那个 进行这个 上诉的时候 用作一个证据 那坦诚这个 刊登方面呢 还包括一个 就是你要是不讲 英文的话 你有翻译的话 你一定要用法庭的翻译 你千万不能说这个 那个法官就是问你的时候 包括移民官问你 移民局律师问你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听懂了 你就脱口而出 No 我没有去 我不可能搬到别的地方 那个 那法官就说 你这个好像 你都能听懂啊 你干嘛让我找个翻译呢 你还用政府的这个资源 去政府掏钱 给你请一个翻译 那么有些时候 那个 很多人在美国生活久了 他上庭的时候 他就打 Yes No I don't speak English 英语 英语就在那 就说起来了 所以法官说 那你的英语不错呀 他还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然后你的英语真的不错呀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No good 那法官就说 那你就是不诚实啊 你再说一个 你的英语不错 对 你为什么要请个翻译 你现在还不说英语 那干脆我是要翻译呢 还是不要翻译 再有一个呢 就是有些人呢 把持不住 他的英语非常好 但是他请个翻译 是故意就是 翻译的时候 他有缓冲 他可以去思考 那么但是呢 法庭请那些翻译呢 有的是台湾来的 有的是菲律宾的华侨 有的是马来西亚 印尼的华侨 他对中国的这些东西 他根本都不懂 他翻译呢 翻得乱七八糟 结果在那个上庭的时候 我有个客户就 直接就指责 Oh your translation is terrible 那个你的翻译翻错了 你怎么能这么翻呢 然后法官呢 法官是要保护这个翻译的 翻译的 那个翻译相当于法庭的officer 是法官请来的客人 你这样直接就指称这个法官 这个 不 这指称这个翻译翻得不好 你在指 黄律师这个客户让你也投的 对 然后就说 那你的英语很好 你干嘛让我请出翻译呢 下次重新开评 下次重新 那反正就是 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那法官就是 就是对这个案子 除非就是他有非常强的证据 证词 前后一致 不会判他输 要不然的话 这样子就肯定选了 嗯 了解了 第三个呢 就是案例法上有这样一个 这个 规则就是说 responsiveness 就是正面回答问题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老美呢 他经常就是正面回答问题 是和不是 但是我们华人 尤其是这个汉语文化当中 我们的回答问题就是 经常是这个 不正面回答 但是呢 非常委婉 像诗一般 你比如说 你爱我吗 在那个英美法系 英美这个文化当中 就是我爱你 嗯 我不爱你 就很简单 嗯 咱们中文的环境是什么呢 你爱我吗 月亮代表我的心 对 就是 你要问爱你有多深 然后 他应该说是像大海一样深 他还是说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去问月亮 所以说这个就是文化不同呢 就造成我们人上层的时候呢 不正面回答问题 日常生活中 夫妻经常也是这样 比如说太太问 晚上你想吃什么饭 丈夫老是说 哎呀 我中午吃的太饱不饿 是不是 你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 可是太太 现在马上决定要开车去大华买东西 是买肉呢 是买这个菜 是买面条 他马上要做这个决断 你总是不正面回答问题 那你晚上到底吃什么 你们吃吧 我不吃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晚上我到底要买什么菜 你买的菜都不好吃 我自己有自我吧 我自己这个 呃 做个面条就行了 所以都不正面回答问题 到了法庭可不行了 那个你平时日常生活 大家都觉得算了 那在那个法庭里经常 就是 我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他问你那个结婚了没有 结婚是一个法律上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么那么我们一些 华人客户的朋友经常是 我孩子都两个了 嗯 是吧 他的回答肯定是yes 结婚了 但是法官并没有问你 到底有多少孩子 在美国有孩子 并不等于你结婚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签证的时候 你说是你是学士学位 那么他就会问 你拿到学士学位了吗 我工作都三年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正面回答问题 你工作三年 跟你拿到学士学位 有什么关系 法官是想知道 你这个学士学位拿到了没有 你办H&B是否合法 嗯 那么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那个responsiveness 我建议大家就是问你什么 答什么 这个就是在那个上海话的预警当中 我觉得上海人他经常会正面回答问题 上海你去考虑他有一个话 他经常那个对的 对的 你们住 你们家住在黄埔区吗 对的 他就是他有那个对的 对的 他就是不像北方人 他就是经常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了解 对我记得黄律师在跟我们讲这个海关入关的那一期 就很早了 我大概记得是两年前 他跟我们讲这个海关入关密集的时候 专门讲到了这一点 就当时黄律师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发现确实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已经是不是一个 怎么讲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他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上的这样的一种回答 但是在你回答美国的这个移民官和法官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正面 然后呢就是说简单 然后呢 而且一定要这个直接的回答 而不是说是这个绕着弯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 可能真的是有一点文化上的差异 黄律师 是就是文化上差异就很意思 说远一点 就是我经常在观察中美文化的一些不同 一个很细致的地方 美国人像比尔盖茨这些人 为什么能发明出来这个电脑 这种计算机 包括这个coding这个程序语言 因为他就很简单 零一一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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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no就是零 答yes就是一 所以他就是说你这个路不通 然后就走下一条 零一一零零一零 而那个所以他电脑就发明出来了 中国人呢就是在那算盘 就一个算盘 什么账都算 他把国家大事也都弄到一个算盘就算 很有意思 不是说谁好谁坏 但是另外一个 你看美国这个西洋人呢 他画这个油画 写真 他画的非常的这个传真 像达芬奇这些人 那么中国人呢 他就画那个国画 那种山水 都非常易进化的东西 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中华文化 发明不了电脑 就是这个responsiveness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个就是说远了 就是下面那个 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就是 第四个 就是干例法上呢 让法官有一个 说一个人是否诚实呢 从这个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那个内部的一致性 英文叫 inherent possibility 就是证词啊 你前后不能不一致 他一个我经历过的庭审 最长时间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里边 那个 所有的移民法庭 在美国都跟冷酷一样 他这个空调 关的特别低 因为法官呢 穿个大袍子 他那个没有这种 温度低嘴说 他不停的 他又 照热 他不停的 还把那个空调外架下 那你呢 就很多中国人呢 就是闲着的夏天 那一想反正外面很热 他就穿很单薄的衣服 到了法院 到了法院去之后 他发现这里边冷得很 进行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 只让喝水 不让吃饭 他这个血糖呢 就高了 他就紧张了 他体力就盯不住 盯不住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前后错误 比如说刚才 刚开始 那个移民局律师问 他说 那你做手术 打麻药了 他说没打呀 这个痛苦啊 这个没打麻药 这是难受啊 这个撕心裂肺的痛 那么那么问了问了问了三四个小时 律师问了 法官问问了三四个小时 快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说了 他说 哎呦这个时候 我丈夫来了 丈夫来了之后 我那个麻药 那个劲儿过去了 就是麻药没效了 那个我开始感到疼痛 移民局律师那很厉害 他在旁边不停地在做笔记 他就是在鸡蛋里挑活动 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你获得提准 他就说 哎呀刚才你这个申请钱 刚才那个问话的时候 你说你没打麻药 那么这会儿 说到最后了 你说你打麻药 这麻药从哪儿来了 完了 这案子肯定搞不定 这就是那个 inherent plausibility不行 就是证词前后不一致 就是证词内部不一致 很多人就是 移民局律师经常挖坑 就是说 你这个被打的时候 伤重不重 他说重得很 他说重得很 非常重 那移民官就 其实是一个坑 移民官就问 那你重的话 你去看医生了吗 你说不看医生 那就不重 那他赶紧都说 那我去看医生了 看了看了 或者移民局律师说 那你看了 那病例有吗 嗯 他说 没有病例 那个我们那儿就是农村 看一下 就是中医 开个房子 回去吃吃药 那移民官马上就说 这不重 这就 这就没有 没有重 那么法官就说 那你要有病例的话呢 你现在快递公司 都非常的发达 你应该很容易掉过来 你给我发过来 这个时候 说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人就马上就退缩了 他说 哟 我没去看医生 他就 他马上就自己改变自己 他就说 我没去看医生 那移民局律师就说了 你刚才说 很重 你去看医生了 这会儿你又说 你不看医生 那么你到底 让我相信你哪一个 你这个 not credible 我就给你剧点 就这种 这种例子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 consistence consistence 就是一致性 这个一致性 刚才说的是 你的内部证词的 内部一致性 现在说的是 外部一致性 外部一致性 也就是说 从你进入美国开始 就是申请美国签证 到现在上庭 你所有所做的一切 都在移民局的掌控之下 他都能看到 对 那么如果你要是 一个方面 说的与事实不相符 他就把你否决了 那比如 我跟杨阳做节目 经常说的 就是 你这个婚姻是吧 你没有结过婚 你说你是已婚 是为了拿钱的 就是这些方面发现了 那么最近 这个上庭 有些干例就是说 他呢就是 所有这个证词啊 都非常好 就是整个下来的 三四个小时 很平衡 没有什么那个错误 都搞定了 最后那个 移民局律师就问 你是不是去过 广州签证过 我从来没去过广州 我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 那他就不该否定了 他去就去过 他一定要诚实说话 结果那个移民局呢 律师就说 法官大人让我呈堂证据 给对方也有一个证据 他把当初这个人探头探脑 在广州领事馆窗口 签那个B1B2签证的照片都有 更不要说是DS160 他说这是谁 你在那签证 我们都留的有照片 你更不要说你有DS160 你刚才说的一些话 好像 这个严丝合缝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你广州 你说你没去过 而我们这个照片都有 你在广州领事馆窗口 在签证 探头探脑的 你让我相信你 这个人肯定就过不了 他的证据 再有一个就是说 所有的证词都非常好 证据也非常好 但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一位于律师感到非常的失望 就是说想拒这个人 实在拒不了 没办法 最后他就问 你在那个中国建设银行工作过吗 他说 没有 我从来没有在建设银行工作过 他说是啊 你在填这个表的时候 你也没说你建设银行 你那个 就是陈词的时候 你也没有说你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过 但是呢 你在沈阳领事馆签证的时候 2013年你签证的时候 你说你当时的工作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个支行的副行长 啊 那这个 那这个他是真的不记得 还是他是故意撒谎呀 黄律师 他是要么是不记得 要么是故意撒谎 所以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个案子也是不可能通过的 也就是说这种外部的一致性 直接性啊 我们叫做诚意啊 另外一个 呃 这个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正面回答问题 第二个是诚意 第二个 第三个是正面回答问题 然后第四个呢 是这个证词的内部啊 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不一致 以及第五个是外部的不一致 这几个部分都有可能 这个 这个是我们经常会犯到的一些错误 对 那么犯了这个错误呢 作为一个辩护律师来讲 我们就很难去为你圆场了 就是 我们呢 就是尽可能的再通过那个 re-examination 就是在此那个 执政过程中 在此提问当中呢 给你机会让你去解释 就是说 你去申请这个 去广州申请签证 你为什么没点 是不是你的律师失误啊 是不是你中间 没给你填好啊 是不是没有给你充分解释 就是让你补充 给你这个机会 但有些时候呢 就是 法官和那个移民局律师 他听到 看到这个人不诚实之后 直接就给拒了 就是不再这个 就给他任何的机会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构成一个 移民官和这个 移民局律师和法官的这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如果在那个庭审记录里看到的话 你可以就是把这个案子重新打开 要求从事 就会给你带来 我可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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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来